我們再來關心 東奧籌委會主席森喜朗 因為一番被解讀為有性別歧視的發言 引起爭議 在昨天下午 他辭去主席一職 森喜朗原本屬意 由目前擔任東奧選手村 村長的川淵三郎接任 但在被外接痛批 就向人事任命不夠東 公開透明後 川淵三郎已經表示 不會接受這項任命 有日本民眾認為森喜朗辭職 並沒有解決問題 而是應該增加 東奧籌委會女性的席次 還有人說 東奧乾脆取消算了 森喜朗12號下午 出席東奧四方會議 開門見山宣布辭職 為自己引爆的性別歧視爭議直寫 他除了解釋自己沒有任何 不尊敬女性的意圖外 還說被指為老害 很不舒服 三喜朗原本敲定要將東奧籌委會主席的位子 交辦給現年84歲 擔任東奧選手村村長的川淵三郎 但遭外界痛批程序不夠透明 川淵三郎已宣布不接受這項任命 上週就在網路上發動請願 要求森喜朗下台的大學生 能調陶子表示 東奧這個問題並不只是森喜朗的問題 而是整個籌委會的問題 能調陶子建議 東奧籌委會的結構必須改變 延期後的東京奧運將在7月23號開幕 除了疫情還不明朗之外 如今更面臨臨選新任主席的問題 東京奧運可說烏雲罩頂 有30多人12號來到東奧籌委會辦公室外 要求停辦這場運動盛事 目前東奧委員會打算設置林群委員會 傾聽運動員的意見 也有民眾主張由年紀較輕的主委接任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中奧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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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奧運動員